县长卫民谷10日前往张基烧烫商中心 探视9日晚间在西湖火锅店 因为发生瓦斯气暴而受伤的伤患和加速 卫县长并致证关怀慰问金 指示相关单位全力协助 祝福伤者早于康复 其实所有的受伤的部分 我们还是希望张基能够全力 用最好的医药跟医生来跟他们治疗 能够把他们的灼伤的状况 能够精速恢复原来的面貌 那至于说他们的一些经济的问题 我们会寻求社会资源来跟他们帮忙 那至于说这个店家 将来我们张会县所有的博锅店 我们会做消防及卫生的安检 希望能够保障所有的消费者 在用餐消费的时候 能够更为安全 那今天早上的病情 他的伤势是稳定的 那我们每次做一个清疮 那做一个整个伤口治疗 最怕我们预防的是他的伤口感染 希望他没有留下8分 那只有16岁 我希望他对社会 还有我们的国家的周围店 目前有没有生命危险 目前是脱离生命危险 不过伤口的感染要小心 如果处理不好会进一步的败血症 那会影响到的生命 这起意外事件造成现场顾客与店员灼伤 魏县长呼吁营业场所在使用瓦斯时 要训练员工如何防火 同时也呼吁消费者 在餐厅用餐时 如果闻到瓦斯意味 应该尽快往户外撤离 保护自身安全 他并指示相关单位 加强击查抽验公共安全 公益频道张华允 张化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